高雄市议员林武宗被指控说受到选民请托 耍特权官说施压请这个警察抽掉上百件的违规照片 而连同他的妻子坐车在内的38件违规因而没有罚 警方依照图例重罪起诉了林武宗等七个人 但是高雄地院却认定请托资料没有诸记抽单或是免罚 也查没有议员施压警方或者是警方抽单的证据 所以将七个人全部都判无罪 而林武宗知道之后他是很低调的说谢谢大家的关心 但是起诉的检察官非常的不满 表示要再继续的上诉